李文過世震驚了演藝圈 歌手張惠妹 7號晚上在新加坡演唱會上 特別清唱了一段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獻給天上的好朋友 阿妹難掩情緒當場落淚 而不過呢現在 隨著李文過世 出現了各種傳聞 二姐李思琳出面澄清 更說事發當下自己不在現場 李文受傷的事情 是李文老公透過助手告知 張惠妹7號新加坡演唱會上 強忍傷痛 用歌曲面懷在天堂的好友李文 現場氣氛超催淚 阿妹忍不住勢力 更感性向粉絲喊話 我們都要好好的 好不好 阿妹你要做我的特別來賓 我們認識很久 我們是老朋友 所以希望可以在台上有一個表演 過去兩人曾在節目上約定 要一起合作 如今卻再也看不到 兩位歌后的同台演出 我依然愛你最深 天后李文五日突然離世 震驚各界各種傳言 省消沉上 不過二姐李思琳陸續出面澄清 坦言李文的腳傷 其實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腳急的不是長期折磨著李文的身心 而另外李文的加拿大籍老公 傳言神隱 李思琳也說 李文老公其實有來見 李文的最後一面 而且李文受傷的事情 李思琳其實是由李文老公助手告知 才得知妹妹出事 謝謝 綜合報導 台中是一次出現了首例本土登革日個案 殺戮區一名20歲男子 在端午連假之後 開始出現了發燒的症狀 週一採檢呈現了陽性 目前血清檢體送到了中央實驗室進一步檢驗 另外運林縣的登革日疫情再擴大 縣府跟陸軍聯合 針對古墾鄉的重點熱區進行消毒 環保局人員深入台中各地青銷連 新開的知名百貨也全面消毒 因為台中市疑似出現首例本土登革日個案 那在29號的時候 它有出現高少症狀 那在7月6號 採檢的NS1快下陽性 個案是20歲男子在台中殺戮租屋 端午連假回台南市東區及仁德區 探訪親友 返回台中後 於6月29號出現高燒症狀 7月1號至殺戮區診所就診未改善 7月6號到醫院就醫採檢 NS1抗原快篩陽性後收治入院 目前血清檢體已送中央實驗室進一步檢驗 化學兵穿上防護衣進駐疫情 影響最嚴重的谷坑鄉地區 雲林縣截至目前為止一累 即共15例登革日確診病例 縣府表示雲林登革日的病毒株屬於印尼株 推測感染源可能是外籍移工 縣長張立善向移工喊話 希望都能來快篩 不要讓疫情擴大 記者中部 鄭報導 決戰2024總統爭霸 正要帶您關心的 藍綠白三黨總統參選人 立拼2024大打外招牌 在最近是陸續規劃出榜的行程 像是賴清德在下週 張捷檢巴拉圭總統當選人 貝尼亞 預計在8月要參加貝尼亞的就職典禮 到時順道過境美國 侯友宜則計劃在8月訪日 9月訪美 侯友宜說目前都還在規劃當中 而柯文哲則打算要到東南亞 新加坡 越南還有菲律賓 各陣營積極準備 出訪也要較勁 3 2 1 請揭牌 副總統賴清德出席 台中榮總高階醫學影像中心 揭牌一事 見證台灣優質的醫療設備 我們真的有能力的 讓我們國人活得更久 也活得更健康 但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國人健康 國家更強 這跟四季喊出要打造健康 台灣的概念一樣 都是要照護民眾健康 醫師出身的賴清德特別重視 掌舵 這掌舵也象徵要帶領台灣往前邁進 內拼2024端牛肉之外 外界關注何時訪美 傳出賴清德8月將出席 巴拉圭新任總統貝尼亞的就職典禮 屆時來回都會過進美國 賴清德對於兩岸的政策 我覺得他講得最清楚 美國現在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親共的政黨在台灣執政 要跟美方拉近關係 是總統參選人的共通點 柯文哲在4月訪美6月訪日之後 也傳出規劃8月6號 黨慶結束之後 出訪新加坡 越南跟菲律賓 而侯友宜之前到新加坡 跟副總理黃勳才會面 團隊也規劃8月去日本 可能會見前首相麻生太郎 而訪美時間點則落在9月初 在規劃當中 只要規劃順利的話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東南亞的行程主要是因為 現在有非常多的台商 都到東南亞來進行投資 而這裡也是台灣一個 非常重要的市場 他當然也在評估說 是不是有必要出訪到東南亞 來了解一下實際的狀況 各站移動部先透露相關規劃 出訪視為最高機密 記者綜合報導 最新的媒體民調出爐了 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的支持度 破了三成 暫時領先了民進黨的賴清德 而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是百分之十八點五 暫時位居第三 但是這樣的成績 也讓藍營小雞是相當的焦慮 傳出有四十名參選人 主動找上了柯文哲會面 柯文哲還告訴他們說 自己沒有一定要選到底 讓藍白河再度出現的曙光 但是民眾黨駁斥 強調這些都是子虛烏有 柯文哲沒有考慮退選 再加兩個九九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 宣佈參選總統大選這番話 聽起來很篤定 但還有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 機率不選 態度曖昧傳出藍營多達四十位小雞 搶著與柯文哲會面 連國民黨發言人蕭敬妍 都說柯皮自爆沒有一定要選到底 讓藍白河再度出現曙光 子虛烏有的傳言 以正視聽民眾黨全黨上下 包含柯文哲本人都是堅定參選 他們說要提告講真的 彼此之間都覺得說 有必要搞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們就通了一下電話 對話的內容 這個就是有一些落差 造成他們當事人的困擾 我要向他們表達歉意 不要讓這件事情 變成是影響與有機會合作 一句話讓民眾黨炸鍋 急忙反播一度揚言要提告 蕭敬妍也主動聯繫致歉 就怕連立委選戰合作也破局 只是藍白雙方認知 到底是哪部分有出入 跟事實我想是有很大的差距 也許會有一些 這個國民黨的參選人 透過一些管道 希望能夠跟柯主席接觸 但是我們這邊呢 從來沒有去統計相關的數字 那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數字是從何而來 確實這個我們的參選人 跟柯文哲主席會面的時候 有一些討論 但是有一些內容 確實是這個有一些出入的 所以我們後來的共識就是說 不要讓這件事情再造成困擾 對柯文哲是否真的考慮退選 就是不說白 緊抓柯文哲這母雞不放 也因為他的最新民調在衝高 突破三成支持度 暫時超越賴清德 更狠甩侯友宜 老三警報還沒解除 國民黨小吉仁仁自圍 召集往黨外求援 這裡水平安月打台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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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都 扇製